这个名字有一个好名字,一个好项目,确实是在哪儿可以占一点儿瓶 而且这个名字里面也有一些竖笔,也有一些字,什么东西都有能量的 你长期叫,自然影响就大一点 现在人有的时候你起名字没法改了怎么办 以前还有笔名,还有艺名,你都不是,那可以改网名嘛 这些都可以变,然后有些字组合在一起,就是少些人物 或者有些图案,其实这个图案也是一种像 其实文字跟这个图案是最早不分的 所以我们这两个大概这么一说 名一定要复识,如果太大 你从小就起个名字,那还好 小人物大一点儿,你又考虑长远,有大的志性 主要是男孩儿,因为他是向外的,女孩儿要内敛一些 其实男孩儿也要,就是同时他也要 中国人以这个谦卑为美德 人万有人,人万有什么 就这个渡,什么是这个渡 名字,有些人顾名钓鱼 我没有实在的,我就是虚名,傅名 你看很多明星 跳楼的,刺杀,有那么多钱 有那么多粉丝 他受不了 他一不鼓掌,他就受不了 他私生活被影响了,他就受不了 你那么多,换来的这些东西 这一点是,我就受不了了 你算什么明星啊 所以你看我们虽然,打了一张明星脸 但是,看不上 才有钱,不过那种 这个,人怕出名中发状 你凡事到了风口浪尽 那你就,第一个,就是去哪里开刀了 这时候,舆论啊,什么什么国家 重点目标啊 那你就,就可以轮到你了 所以说这个明星啊,没有说到他 你唱歌你就唱 你是,你是演员你就演 你出来讲什么道理 你唱歌你脱什么衣服 就是你唱的不好 你才拿其他的动力吸引眼球 耍帅,那些都现在坏在 那如家,就讲了个明 明复其识 是吧,很重要 我们这一事,一定要做到 甚至说,识大于明 你委屈一点,你明气不够 我没有踏实,尊重 而你一旦是虚名 你内在是空虚的 坦德不安的 你表面上再要面了 我理子不够 有什么用 面子是别人给的理子 就自己挣 这句话怎么说的理解都行 但是,你吸品的话 他这个,会有不一样 前面启明,我们也讲了 例如说像呢 像往面上大概也说了 人像,他分天像,地像,人像 天,地,风水 这些,干鱼这些 叫风水 其实已经天地像都有 那人像,物像 所有的动物,所有的植物 所有的物 事物 这些都是 那我们就慢慢的继续下去 这个 这些,你要稍微注意就好了 你实在改不了的 排到后面不要紧 也是后人多赚的 一起